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都很流行汉服 所以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做一款汉服的发型 我们把头发三七分 从耳朵上分开 然后用夹子固定它 同样的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从耳朵这里分界线 然后固定它 现在把头发收剩之后 在头顶半圆这个地方 我们取一束头发 把它绑成一个小半圆 我们固定好之后 大概头发的这个距离 再绑一条线平巾 好 然后呢我们先用这个 把头发 从它里面透进去 这里呢我们注意一下层次 我们可以取下面一部分 不用全部 这一部分呢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取下面这一部分 这样 把它放进去 这里呢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把它 掏进去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这边也一样 把夹子放下来 耳边围界 耳边围界 然后把头发分出来 分成两半 这一半呢把它往这边输 我们拿下一半的头发 同样的方法 把它掏过来 好现在呢我们这里就有两束头发了 我们呢就可以采用三鼓便的方法 从左边取一束头发 把它编成三鼓便 加上这束 这里呢是分成两束 这里头发分成两束 这里一束 采用三鼓便的方法去编它 编手呢不要太重 稍微自然一点 好我们就一直往下编 编到这里 用线笔巾固定它 好同样的方法 这边也是取一缕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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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出来的 已经固定了 好 好 这时候呢我们 把它两边一起固定 这时候呢你可以采用你喜欢的头饰呢 去装饰它 它就是一款很简单的汉服发型 我是采用珍珠的头饰去装饰它 你可以调整一下 好一款简单的汉服造型呢就完成了 你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头饰去装饰它 你可以选用蝴蝶结去装饰它 嗯 我比较喜欢这个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放在上面 就是一款 看起来就现代化的头发了 好 谢谢大家观看